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彭大这个部位 第三大功能输卵管呢 就是有运送受精卵的作用 精卵结合以后就是妊娠的开始 有受精卵形成了 好 就是妊娠的开始 但是它最先是在苏卵管 胡服部结合的 要被苏卵管运送到子宫腔里面 在内膜里面做传 所以苏卵管是第三大功能 卵巢 卵巢 卵巢是一对扁椭圆形的性腺器官 是女性最重要的性腺器官 单构在卵巢的体积大约是3.5乘2.5乘1.5 或者是4乘2乘1厘米 有的书上写的 这就写2.3了 有的书上理论讲的4乘3乘1厘米 体积那么大 实际上有的时候它不是那么长 3.5乘2.5乘1.5那么大 重量呢 单个的卵巢5到6克 重量很轻 刚才我们讲了子宫是50克 飞运子宫 妊娠以后的子宫当然就可以增大 起码20倍 子宫的重量 那么卵巢的重量 一般妊娠以后也增加不了多少 要增加一点 飞运的时候单个的卵巢 一个只有5到6克 但是它的功能很强大 什么功能 生殖功能和内分泌功能 生殖功能就是周期性的要排出卵子 在卵泡伐育成熟和排卵以后 它体内 女性体内的磁激素 运激素 要动态的轴期性的变化 这个是它的内分力功能 卵巢作为性腺器官虽然很小 但是对于女性是最重要的性腺器官 没有卵巢就不称其为女性了 那么卵巢分皮质和水质 皮质和水质 卵巢表面有一层生发上皮 在外围是皮质 中间是水质 水质里边有血管 皮质里边有原始卵泡 有发育到不痛时期的生长期的卵泡 如果发育成熟排出卵子以后 这个卵泡就变成了先是血体 里边有粗血 然后血液吸收 内脂质聚集 黄色内脂质聚集就叫黄体 就叫黄体 阴道 阴道也是一个极性管道 分成阴道 穷隆 就这个地方 就是阴道上端包扰子宫颈 形成的一圈凹陷 叫阴道穷隆 前穷隆 后穷隆 左右侧穷隆 一圈 那么阴道呢 虽然它是个极性的圆形的管道 极性的圆形管道 但是平时它是闭合在一起的 所以分阴道前臂 后臂 由于后穷隆比较深 后穷隆比较深 所以阴道后臂就要长一些 前穷隆比较浅 阴道前臂就要短一些 那么阴道的组织学 它的粘膜是负成鳞状上皮 阴道粘膜是负成鳞状上皮 指纹领管 刚才我们讲了 是高柱状上皮 高柱状上皮 指纹内膜是立方状的上皮 就是法律完好的状气 那么阴道联膜负成鳞状上皮 平时呈粉红色 能有线体 它不含线体 鳞状上皮有皱壁 有皱壁 阴道联膜有很多皱壁 御灵期妇女的阴道联膜 如果是绝菌以后呢 这个皱壁就变浅 变少 甚至于消失 变得比较光滑 它的抵抗力就会减弱 那么这个 腹成鳞状上皮里边 还有丰富的糖原 形成皱壁的时候 还有丰富的糖原 正常的阴道寄生菌 就会把它分解成乳酸 使阴道里边内环境正常状态下 维持在pH值4.5以下 4到4.5之间 就成为阴道的致敬作用 前面我们不是反复提到 阴道的致洁致敬作用吗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 致敬致节作用 因为腹成鳞状上皮 含有丰富的糖原 被正常的阴道寄生菌 叫阴道杆菌 又叫乳酸杆菌 把它分解成乳酸 阴道的pH值 就维持在4到4.5之间 才是正常的 而宫颈粘液是略偏碱性 中性略偏碱性 宫颈粘液 这个是生理性的情况 那么阴道的功能 月经血排除要通过阴道 性胶的器官 胎儿免除的通道 前边我们讲中医也讲了 阴道中医西医 都是共同的名称 灵节 那么前边前灵膀胱后灵磁场 阴道也是 子宫也是前灵膀胱后灵磁场 因为阴道和子宫 你看这儿 是基本上连结在一起的 对不对 阴道的上端把子宫颈管包着起来 就是子宫颈的阴道部 阴道成龙也分前臂后臂组织 这个是破面图 人体的破面图 上边都是子宫 就是下边都是阴道 下边都是阴道 上边都是子宫 中间是子宫腔 两侧是数软管 数软管 电子部 数软管 下部 下部 然后浮腹部 闪断 理性生殖器官的灵近器官 包括了尿道 旁观 塑料管 直肠 南尾 旁观 就是这个部位 这个人体的死状前面图 后边 直肠 直肠 这一地方 还有 通过旁观 还有塑料管 还有塑料管 还有南尾 就是身体肠的旁边 南尾 还有直肠 后边直肠 临近器官 都要把它搞清楚 尤其是要 如果是 我们说西医复科学 属于外科系统 前面我们讲了 中医复科学属于内科系统 西医复科学 是内外科结合的 临床学科 所以就难免要牵涉到做手术 手术就更要把人体 这个解剖 搞清楚 我们复科的局部解剖 那就是 膨腔瘴器的解剖位置 形态 结构 以及它的临近器官 那么这个示意图 也反映了 后边的直肠 前边的膀胱 这是苏卵管 等等 这些相邻的器官 在膨腔里边 这是挨得很紧的 那么理性生殖器官的血管 这一张示意图 代表了动脉血管 动脉血管 动脉血管 从腹主动脉 分下来 卡肿动脉 底中动脉 掐内动脉 掐外动脉 然后再分出来 子宫动脉 阴道动脉 还有卵巢的血管 卵巢的动脉 直接从腹主动脉 分出来的 塑料管 和卵巢的动脉也好 和这个 其他的血管 走向 都挨得很近 所以做手术 就要 必须要把这些 局部解脱 要搞得十分的清楚 不然就会 损伤 正常的脏器 那么 静脉 静脉 分到这个 卵巢静脉 卵巢树管 子宫这些部位 显示了他的四翼图 然后子宫动脉 子宫静脉 卵巢静脉 卵巢动脉 回收水液 那么神经 神经虫 腹虫 腰虫 腰椎一 腰椎二 三四 一直分 分出来很多神经 然后 跟生子器官有关的 底牵神经虫 卵巢虫 腹下神经虫 好 这些神经 走向 这个我们 主要了解 以后你 学腹口手术学的时候 那就还要专门的 研究 淋巴 那么淋巴 也是在生子器官 极其周边 有很多淋巴结 腰淋巴结 底前淋巴结 底肚淋巴结 底外淋巴结 底内淋巴结 腹口 深淋巴结 臂孔淋巴结 腹口 浅淋巴结 来自于下肢 子宫 颈旁的淋巴结 下外淋巴结 腹口 深淋巴结 淋巴结 在周围 还有很多淋巴结 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 月经产生的基礼 首先讲中医的观点 月经产生基礼的中医观 我们中医是怎样认识的 另外呢 现代医学的认识 也要介绍 我们中医复合学 先介绍中医的观点 那么月经是女性整体生命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是女性生职生理功能成熟 和正常的外在表现 就是你怎样来描述这个月经 月经的实质是什么 月经的现象是什么 前面我们曾经提到 什么是月经 女性在一定年龄阶段内有规律 因为周期性的子宫初学 就叫月经 那么它代表什么意义呢 是女性整体生命活动正常 生职生理功能成熟 才有月经 月经才可能有周期性 规律性 这个不管中医医 都应该这样来认识 那么我们中医认识呢 它是 它是怎样生成 怎样产生 怎样形成的呢 是天贵丈夫气血经络 协调作用于包工的生理现象 为什么我们前面介绍这些 中医学的解剖名词术语 虽然我说了 那些解剖名词术语呢 没有现代解剖学那么重要 但是呢 我们研究中医复科技技术理论的时候 要涉及到这些名词术语 在学习古语集的时候 也接触到这些名词术语 你要知道它讲的是什么 其中圣气天贵重任包工 是月经产生的主要环节 尤其是圣 是产生月经的主导 就是我们中医基础理论 以及中医复科的基础理论 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研科的 三级知识当中的基础理论 前面讲的解剖就是基本知识 对不对 研科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 就成为三级当中的两级 课团上介绍的重点是这两级 至于说基本技能 在课团上只是提示 在临床实习 才能最终解决掌握 因为它是临床学科 是应用性质的临床学科 最终目的 学了这些基本知识 基础理论 是要应用到临床 解决实际问题 所以临床技能 要通过临床实习 才能最终把我们中医复合学 这门学科学好 但是课团上 这两级知识 理论也相当重要 那么明代的渔团在医学入门 这本书里面提到 月水全静肾水湿化 父亲族旅科上边提到 精髓出租肾 都强调了肾和肾子功能 和月经产生的重要性 因为月经就代表了 生肢功能成熟和正常 它有轴气性有规律性 就是女性的生肢生理功能成熟和正常 与圣主生肢中医理论认为 那么为了介绍 月经是怎样产生的 中医是怎样认识的 我们要从它的基础理论 首先介绍充认读代 和包装的联系 基金八脉当中的充认读代 这四条经脉 跟复刻的关系很密切 实际上南科也要研究充认读代 也要研究天贵 也要研究圣气 他也强调圣气天贵充认 只不过他不是包工 南科最后一个环节不是包工 复刻最后一个环节是包工 那么充认读代 圣气天贵是共同的 那么充认读三脉同体与包装 我们中医理论是这样认为的 因为从经典中医经典中医古 以及上面都有很多论述 我们归纳起来 就是它同体与包装 充为血海任主胞胎 任脉为阴脉之海 总是人体的精血精液 赌脉冠及俗胜 总毒一生的阳气 为阳脉之海 从政赌脉皆约属于代脉 因为它要上下行 就要受代脉的约属 上下行足经包括足三阴经 足三阳经也要受代脉的约属 具体 一个个介绍 充满于包装 在经络上 我们中医 古语集上面有很多记载 这是归纳起来给大家介绍 它起于小幅内的包装 下处于会音部 起点 和从哪个地方出来 寻心的途中 与竹阳明未经的气阶学相交汇 这叫气虫学 大约在腹部两侧 气阶学 气虫学相交汇 所以我们中医复科理论 认为 充满受到了后天水无经维的供养 另外充满 还有一条经脉在小腹部 伴竹哨音圣经上行 出会音以后 齐鱼包装出会音以后 伴竹哨音圣经上行 大约在小腹部和腹部 从横骨到幽门 有十一个学位 挨得很近 我们中医理论就认为 它得到了先天圣气的支柱 脉气相通 相定上行脉气相通 在功能上 充满圣山银灌珠羊 为十二斤之海 这个是中医基础理论 这样认识的 充满汇聚 水国之气 圣中精气 与脏腹的血液 又叫做血海 充满是血海 又是十二斤之海 月斤的主要成分是血 所以呢 充满为月斤之本 这个充满寻星路线的四亿族 横骨到幽门 这十一个学位 湘并上行挨得很近 受到先天圣气的支柱 充满利于阳明 和竹阳明魏京的季节血相交汇 得到后天水谷惊为的补养 所以合而大胜 叫做太充满 黄金内境上边 把它叫做太充满 人们 经络上也是起于小腹内的包工 下厨于慧音 寻星途中 与竹三婴的干 皮 肾相经 竹经 竹太婴 皮经 竹少婴 肾经 分别交汇于曲谷中级官员 都在小腹部 肚脐下边 居骨中级官员 这三个学位 和竹三婴圣经 通过这几个学位交汇 就发生了联系 以竹阴经会于坦中旬 在西窝子这个地方 竹阴经会于坦中旬 和竹阴经会于坦中旬 这个叫坦中旬 居骨中级官员 在小腹部 在功能上 任脉 行于人体前个正中线 主一身的阴阴 为阴脉之海 人身的精血精液 这些阴类的物质 中医理论认为 都有任脉重施 胎运 需要精血精液来供养 任脉同胜 才能使任养孕育胎儿的功能 发挥正常 包公虽然有行月经主胎运 要任脉主次的精血精液旺盛 所以中医理论用认为 认为阴脉之海 任主胞胎 主任养 孕养 任养 这个任脉寻心的路线 出于会议 取股 中医官员 这三个血规 和足三英经分别相交汇 所以包公和丈夫 没有表里配书关系 不直接联系 但是他通过基金拔卖 他就和丈夫发生了联系 陈江学 坦中学 坦中学 任脉的体表的血位 赌卖 经络上起小腹内 下水会阴部 赌卖 冠极俗胜 你任脉交回营胶寻 冠极俗胜 赌卖 冠极俗胜 脊柱 行人体背部的正中线 它和肾脏相连 赌卖 你任脉呢 交回营胶 就在上旋的内侧 对不对 阴阳脉气 就贯通了嘛 前边是任脉 后边是堵脉 阴阳脉气贯通 我们读大学的时候 有很多同学 念气功 念大周天 小周天 就是念进功 气功 内养 养生的时候 就有的 练得比较好的 坐在床上的时候 就有飘飘欲蝙的感觉 先是一手丹田 然后一手肚脐 然后一手坦中 然后一手百慧 当它念到一手百慧的时候 阴阳脉气贯通了以后 就有飘飘欲蝙的感觉 有的同学讲的 那么功能上呢 读脉行人生几倍之后 与朱阳精交汇 成为阳脉之海 总读一生阳精 与前边任脉相交汇 共同维持 营养脉气的平衡 人体生命活动的维持 都要营养脉气平衡 有文养包工 和调节月经正常来潮的作用 赌脉 还有温化代业的作用 前边有代相 这个就是赌脉 百慧学 大追学 有的认为 头为朱阳之会 百慧学 就是朱阳精教会的地方 也有 《中医古》一集上面也有记载 大追学是朱阳精教会的学位 就是第七颈椎基督下 就是大追学 命门学 当然跟圣阳命门之火有关 提表的第一个学位是长强学 然后这个是营交学 上传的内侧 和任脉相交会 您教训 代脉 代脉始于季乐 就是第四肋骨下边 就像俗的一个腰带一样 老神一走如俗带之状 所以成为代脉 在功能上 这个代脉就有 约书上下行足经的作用 由约书从认读三脉 而参与月经的调节 从认读起于包工 出于汇淫 它要上行 群形的过程 也有下行的分支 也有主干 也有分支 所以也要受到代脉的约书 另外 代脉呢 还约书生理性代下的分泌 生理性的代下 它分泌和代脉约书有关 任脉主是阴孽 所以我们代下病 在认识 代下发生了病理性的改变的时候 我们归纳它的病基 就是死血省伤 或者沁淫了任代二脉 使任脉不供 代脉死云 就发生代下病 中医理论认识 代下病的发病基礼 就是从任代两脉 两脉来认识 这个就是代脉 代脉 在体表寻心的示意图 就像输了个腰带一样 约书上下行足经 这个是从任独带 与包公的联系 与理性生理 这个包公也就代表了 女性最重要的身知器怪 女性最重要的身知生理 丈夫与包公的联系呢 从经络上 竹少阴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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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和包公并不直接联系 怎样发生联系的 就是前边我们介绍的 冲刃独带 这几条经脉的巡行 横骨道幽门 充脉和竹少阴圣经相并上行 脉气相通 充脉是起于包公的 所以竹少阴圣经 左边和右边就联系起来了 另外官圆圣 是任脉的血位 竹少阴圣经 通过官圆圣向交汇 就和包公发生了联系 然后 赌脉冠集赎圣 既然冠集赎圣 那么圣通过赌脉也可以 和包公发生联系 所以为什么圣 在女性生知生理当中 关系很重要 你看 它有很多血位 有很多经脉 充认读这几条经脉 还有很多血位 都要和包公发生联系 再加上我们中医理论认为 圣祖生子 长先后二天至今 内欲圆云圆圆 为水火之障 和生子关系特别密集 祖国生水 老为水海 圣老相通 共同调节月经的周期性规律性 这个竹少阴圣经 已经在体表寻心的血位的示意图 这个我们在学习中医基础理论 以及针灸学的时候呢 已经学过 这个地方呢 就给大家 复习一下 另一个是经罗上 竹少阴经 和包公怎样发生联系的 那么在功能上 圣长经 祖生子 很重要 这个经包括了先后二天之经 先天之经 作为父母 来源于先天 靠后天水谷经为的供养 后天之经 是五脏六腑生成的 主生子 那么圣经可以化成圣器 圣经是产生圣器的物质基础 圣器是圣经的功能表现 圣经才以银血的生成 要以银器圣经 后天水谷经为三者和和奉行化词 才能变成血液 对不对 单纯的水谷经为也不一定能变成血液 它只是血液的来源 基本物质 圣器能够促使天贵成熟力质 什么是天贵 我们后边咱们要介绍 那么圣阳文阳五脏六腑的阳器 圣阴支阳五脏六腑的阴器 脏腑阴阳协调 气血化身源源不顿 成为精血和胎孕的源泉 女性的生质功能要有气血 精血 供养 那么圣经生水养老 圣脑相通 生水养老 圣祖孤 孤长水 老为水海 所以圣经可以生水养老 圣脑相通 共主人体生命活动和生之生理 脑过去也称为积恨之父 黄金内经上边提到 脑水骨脉胆驴子胞 持六者 成为积恨之父 那么过去新主生命 大脑皮层的功能 神经系统 思维活动 是由心来所主的 到了明代理事生提出来 脑为原生之父 实际上 实际上 这个高级中枢神经思维活动 是靠大脑 只不过我们中医的心 不等于现代解构的心 它包括了大脑的功能 在古代的时候 为什么明代的时候 就有一家提出来 脑为原生之父了呢 就认识到这个脑 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器官 不仅仅是个积恨之父 不仅仅是个随害 不仅仅是个随害 也有可能明代一家 受到了西方医学的影响 但是呢 已经形成习惯了 再加上我们中医理论 新主神明 为君主之官 把新的地位取得特别高 和封建时代的这些 伦理道德相联系 所以呢这个形成习惯了 所以还叫心理学 按理说应该叫老理学 对不对 不应该叫心理学 但是已经形成习惯 约定速成 大家都公认了 就还是认为 新是君主之官 包括了高级 神经思维活动 那么这个圣老相通 给现代医学认识的 神之圣理的条件 我们后面还要介绍 下次课的时候还要介绍 那么就可以联系起来理解 身为从政之本 包罗基于圣 圣系圣 天贵成熟密智 任外通 太从外圣 包公发育完时 月经才能按时而下 具备圣子能力 月经按时而下 有周期性 有威力性 代表他的圣子功能 发育成熟 具有圣子 圣域后代的能力 这个给圣主圣子 长先后二年之间的关系 特别密切 在经络上 就是因为 竹少印圣经和包公 通过充正读山脉 通过包脉包落 都发生了联系 本身经络上的联系很密切 生理功能上又有很重要的功能联系 所以圣 给理性的生知生理关系最密切 干 我们看经络上 他就没有圣那么 联系那么密切 他虽然也通过充正读山脉 和包公 足迹干经发生了联系 但是他的学会不多 充脉通过山音交 任脉通过取谷 赌脉通过百慧 和圣发生了联系 足迹干经 因为足迹干经可以上点顶嘛 就要到百慧学 发生了联系 经络上的联系 没有足迹圣经那么多 这个在足迹干经 在体表寻心的血位路线 除了体表 他的体内还有一些分支 实际上 那么在功能上 干与包公呢 主要是两个大功能 干组长血和组书线 干组长血就叫做体阴 组书线就叫用阳 就是它的功能 是书线契机 它的功用 是表现为阳气 长血是阴内物质 所以它体阴而用阳 为风物之杖 为将军之官 做牟利 这个基础理论认为的 那么肝肠血是血海 主书线 它除藏着脏腐化身的血液 除了营养全身之用以外 有余的部分 通过重脉 任脉就下注于血海 血海就是重脉 十二斤之海 来 任身的时候 是为了下注于包工 营养胎儿 飞运的时候 下注于包工 就形成月经来操 干细的疏泻调打 可以使血海的气血 蓄移有气 月经表现出周期性 规律性 疏泻调打 跟干气也有关系很密切 所以清代的一家叶天师提到 女子以干为先天 我经常讲 叶天师这句话 并不是否认 甚为先天之本 而是强调 干的生理工人 在女性 生之生理当中的重要性 甚为先天之本 还是我们中医理论的共同的 公认的认识 不管古代还是现代 生活理性生之生理 都是最最重要的 当然干组长曲组书信 也很重要 也很重要 脾胃与包工 在经络上呢 竹太阴脾经 通过三阴交和充脉相联系 就和包工发生了联系 通过中极和任脉相联系 就和包工发生了联系 包工疾痕之辅 他本来和丈夫不直接联系 竹阳明卫经 通过气阶学和同外交汇 和包工 竹阳明卫经 卫就和包工发生了联系 通过成江学和任脉相交汇 卫就和包工发生了联系 这个是经络上的联系 在体表寻心的这些路线示意图 那么在功能上脾胃化身水污 精维入心化持 在圣经的参与下 在银气的参与下 它才能变成气血 变成血 但是水谷精维 水谷精维脾胃卷熟的是气血 生化之源 所以脾胃成为后天之本 水谷至今归于圣 充养天贵 助其成熟 天贵促使充任同圣 气血入于血海 而为精群 皮肚中气而同血 这个生理功能 和女性生之生理活动的正常 以及月经的周期性 规律性关系也很密切 脾气同色 可以使精后如常 中气的举债作用 可以使包工处于正常的解剖位置 都有利于行月经主台运 包工发挥这两大 主要的两大功能 都有利于 好 后边我们就留在下一次课讲 好 下课 再见 任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